作文字幕 作文字幕 做的時候沒有想過 最初沒有想過才用視頻 但很喜歡的畫面在動作 拍攝後看,慢慢感受到,我喜歡的東西動得很慢 然後看裏面有甚麼變化 很多時拍攝後才想那些東西怎樣使用 去到真的想影片,應該是做畢業作品時 過一連串的作品才想 開始拍攝不同的東西,跟時間有關 很偶然之下,玩的心態 是擋住人家坐電梯 拍攝後可以這樣放在一起 然後再做得認真一點,自己買回自己的東西 還有想再囂張一點,把人家的錢定價 就好像我可以控制,定別人的時間價值 那時未開始工作,但都會覺得 全部人都會想錢和時間的關係 既然人家這樣說,我特意在這個方向做 就這樣開始把概念和媒介去把馬齊林 兩個有些不同的 何理會那個是找人演的 那個是因為我平時看到的東西 平時就很難拍到一個可以令別人投入的畫面 因為吃飯時看到的 用數碼相機 然後就找人做一個差不多是一樣的 跟著他在那裏做過的一些很微細的動作 就做回那樣東西 等待後就直接偷拍 原本那條影片的質素令別人很失調 第一,拍攝時很匆忙 然後可能技術上的問題會影響到別人去投入的情景 那樣東西,我覺得用不到第一,就是這樣 第二,有些東西在鏡頭面前拍不到真實的東西 反而是要演出來的 眼睛看到,然後記得那個影像好像真的 那刻拍到那個真人 所以找人演到我腦裏 我感覺上這個人是這樣的 有自己的頭寫在上面的 之前也有做過一件 就叫做跟蹤陌生人 但是是一個網絡網絡 就是設定了這些問題 可以匿名地 好像一個信息 你為何對這些人有興趣 你想跟他們做些甚麼 你看了之後,你有甚麼感覺 如果你看到他們會做些甚麼 應該很多人都會有這些幻想 只不過不會說出來 一、二年 那時就再重新做過 我就找了一些身邊的人 就去問有沒有他們在Facebook 這些地方很有興趣 然後經常會看他們的東西 但又不熟悉的人 然後又知道他們的生活習慣 我稱這些為Stalker 我問A,A對B有興趣? A和B不熟悉的人 我就幫A,接觸B 然後問B,有人對你有興趣? 你想不想做個視頻 不過你不會知道A是誰 就訪問了有一群B 15個 然後拍完那些片 初步剪輯歌,就給A看 他看的時候有些反應 我就叫他把他想的東西都說出來 那我就去到那個位置停下來 然後就打低他 去說一些東西 然後就 最後就變成字幕 就是A,即Stalker的想法 B被訪的人 反而就是沒有字 只是說廣東話 謝謝 因為我弟弟在幾個月之前 就過了新 那是 在過往那幾年的溝通裡面 其實我跟他不算是有很多計謊 而在過往那幾年 他都有時會 去問我 你拍攝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角色 臨記那些安排給我 這件作品很明顯是想了概念才去做 因為那個形式 就這樣看影片和訪問 根本不知道背後比較複雜 讓人知道有這些人這樣想 還有不要常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別人其實想你是完全另一回事 你自己形作的形象 跟別人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我拍攝通常是一個人做事 方便自己多 去那個角度是令自己覺得可行 才在可行性上去想怎樣拍 而不是說我一定要在這個角度拍 我就想盡辦法在那個角度拍 自己的感覺是安全才而易 因為通常那時候都是偷白 我拍一大堆著再看 拍了很多體驗再選擇 因為現場很難去… 你看得來它也就作 所以拍了才去看 然後看完再選擇 我現在在想都是等待那件 其實是直覺的 看到覺得那個人有些東西 很難說那種是甚麼 暫時都是想做和個人和時間 和怎樣體驗時間 和怎樣去拿回那個主導 一個人怎樣控制自己的節奏在香港 或者是怎樣看一些東西 要在一個甚麼情境上 才可以看這件事 看得跟平時不同 或者用另外一些角度去看